成龙大哥这前半生最难忘的生日礼物 想必还是张子怡的一个香吻 2001年 成龙迎来47岁生日 本来就在剧组拍戏赚大钱 没想着大办一场生日宴 可是想不到女徒弟张子怡亲手策划生日宴 并且当天晚宴还专门化身成龙大哥的贴身女助理 而她送给成龙大哥的第一份礼物 那便是一个留在脸蛋上的一个香吻 而这才是张子怡的一个见面礼而已 因为整场晚宴 她都全程充当了成龙大哥的贴身助理 为逃成龙大哥欢心 更是被一群男人横抱起来留下合照 甚至还娇羞地咬手指 但想不到下一秒 张子怡就亲手喂给成龙大哥吃葡萄 又贴心到用双手给成龙大哥接葡萄籽 因为已经踩着张艺谋爬上李安的卧骨藏龙后 张子怡就心气高到要在好莱坞站稳脚跟 想必抱住成龙大哥的大腿 她能更心稳 也难怪 就连梅艳芳和周润发 在进军好莱坞争夺大奖时 都忍不住调侃接葡萄籽 想必这无非不是出了张子怡的脸面 可是这边爬上了好莱坞的大门 另一边的豪门梦 却活活砸在了自己手里 因为张子怡的这份热情 绝不只是用在成龙大哥身上 当百亿豪门摆在眼前时 他也是上赶着表现 2004年 已经登上好莱坞新兴行列的张子怡 格外的心气高 事业蒸蒸日上不说 甚至还要把驾豪门的梦想提上日程 因为这个时候的张子怡 早就已经把货家二公子 霍取山给迷得神魂颠倒 在豪车前亲吻都是常有的事 甚至霍取山已经口头保证一定会取他进门 但令张子怡想不到的是 货家门槛竟然会高到他这个国际影星都看不上 因为货家向来就注重个人名声 而张子怡在狗仔相机中留下的一张张辣眼照片 想必货取山捂着张子怡的真面目 早晚有一天会暴露在长辈眼前 一个不想被拘束 一个看不上张扬的影星 两人一排两散张子怡豪门梦就此破碎 而一向心气高的张子怡 还惹到不少女明星之间的抖心眼 当你见识到张子怡亲手裁掉苏芒时 就能亲眼目睹一对塑料姐妹花的何与芬 2021年张子怡受邀参加了一场华丽的晚宴 习气洋洋上传了三张美照欣赏 可是想不到眼尖的小伙伴却发现 张子怡第三张照片中分明不是原图 因为最左边没有裁掉的袖子露出了马脚 经过顺藤摸瓜之下 在另一个视频中的视角发现 被张子怡裁掉的人 正是她疼了十多年的好闺蜜苏芒 苏芒不是个简单人物 年纪轻轻混上八杀主编宝座 出席活动时都是各行业大佬们的座上宾 况且手里攥着不少时尚资源 身后自然跟了不少讨好的女明星 这其中就看到了张子怡的身影 毕竟即便登上了好莱坞 可是没有时尚大海报做宣传 想必张子怡急得心痒痒 很显然 自从与苏芒搞好了姐妹情后 她时尚大片的资源源源不断不说 甚至各种时尚代言更是街道手软 这让张子怡格外的宠爱苏芒 各种价值不菲的礼物纷纷送上门 更是在镜头前大肆展现姐妹情 况且当2009年张子怡身受三重门的折磨时 急得她恐怕把女明星这个铁饭碗给砸到自己手里 而苏芒这个好姐妹自然是跟着忙前忙后 在被各家杂志嫌弃时 是苏芒大大方方给她留下一本杂志封面 更是长篇大论给张子怡脸上贴光 但是这一切却都在苏芒卸任巴沙主编后 两人的关系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18年苏芒直接放出一份辞职信 那便是她辞去了巴沙主编的宝座 而往后张子怡与她的同框和互动 已经是肉眼可见的少之又少 因为在张子怡心里 就连假装出来的塑料姐妹情都不愿意去伪装 这才有了合照中的苏芒在张子怡眼里 只配露出一个袖子 但是想不到在情场遇男人无数的张子怡 想不到有朝一日会与三婚男看对眼 赚奶粉钱养家总是被夺走流量的汪峰 难不成还真需要媳妇张子怡出山赚钱吗 2013年汪峰在演唱会上声势浩大的给张子怡表白 恨不得搞来全国人都看两人的大喜事 但其实这场演唱会表白无非不只是搞宣传的噱头 因为两人早就看对眼了 据坊间传闻 两人的这场婚姻之缘是来自于赌场 张子怡父母仗着鼓鼓的腰包索性来到赌场潇洒 可是想不到都不过赌场里的小楼了 一下子把存款全都砸了进去 而彼时在旁边帮忙的汪峰想不到 他一个善意的帮忙竟然送给自己一个国际影星座媳妇 况且当汪峰带着张子怡来赌场玩耍时 正巧被狗仔拍下 算是证实了这场赌场姻缘 可是要说汪峰娶了张子怡亏大发了 但我想未必 因为汪峰前后娶了俩媳妇 离婚后一夜变成二婚男的汪峰 手里还抱着一个嗷嗷待哺的女儿小苹果 是个明晃晃的脱油瓶 可是自从后妈张子怡上门后 小苹果那份美丽又自信 想必少不了后妈张子怡的爱戴 但要说张子怡吃亏的一点就是 他这个丈夫总是一次次在坑里 毕竟汪峰总是有些定律 放大招赚钱的时候 却老是碰上娱乐圈的大料 一次次惹得他赚不到钱 因为只要汪峰一出招 想必娱乐圈必定会放出大料 惹得外人都跑走看热闹 冷落了汪峰这个音乐人 甭管是明星离婚还是结婚爆炸 想必遭殃的第一人便是汪峰 不知道他有没有气的 在张子怡面前哭鼻子 这不免被外人揪住 赚不到奶粉钱 因为一次次被顶岗 缺了流量就少了人气 手里赚的钱就少之又少 而娶了张子怡 这个能赚大钱的国际影星 却在这几年都在家忙或者生孩子 压根就没有营业 难不成汪峰 还要靠张子怡付出演戏养家吗 要不说娱乐圈里这些女明星 怎么有朝一日都沦为旧夫娘子 而想必人家俩大明星手里的积蓄 早就赚到后半辈子花不完的地步了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故事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各位看官们来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by bwd6